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玉金金 604集 墨绿色液体瞬间便向着四面八方喷剑而去 落在草地上 发出了吱吱吱吱的声响 被墨绿色枝叶沾染的岩石都在瞬间化成了灰烬 在山峰的吹拂下散落在了半空里 与此同时 那蜈蚣精的举口之内 发出了一个凄厉的残嚎之音 由于这金丝南阴沉木棺材 砸的是蜈蚣精庞大身躯中间的位置 所以剧烈疼痛 领着他的头部和尾部剧烈地摇晃着 不停摔打地面 尘土也是一瞬间滚荡而开 山下的人听到这惨烈哀嚎 脸色均都是变得铁青 下意识地聚拢起来 满脸恐惧地 看着山顶的滚滚的烟尘 一时间 再次对于金怪这个话题 讨论了起来 在蜈蚣精 手尾剧烈摇晃的情况下 他的头部和尾部 均是脱离开了 那被压断的位置 形成了两个单独的活体了 此时 那蜈蚣精口中 发出了一个粗犷的男声 之间 他的数大头颅 恭敬地附在了赵文静的身前 祈求道 我愿意把内丹献祭 还请您饶我一条性命 说完 那蜈蚣精便张开了血盆大口 一个乒乓球大小 散发着白色神盲的内丹 缓缓地 总继口中飘出 在其上 有着一股磅礴的妖力波动 这是蜈蚣精一身的精华所在 蜈蚣精若是丢了内丹 道行便会大大遮损 以后呢 修炼速度也是会变慢的 除非可以形成新的内丹 方才可以恢复 纵然这蜈蚣精道行再强 天赋再高 想重新恢复成现在的道行 那也得有个三五百年的时间呢 所以说这蜈蚣精 把内丹交出来 也是付出了很多 当然 这内丹和性命相比 那可是差得远呢 赵文静冷冷地看了一眼 低眉寒手的蜈蚣精 又看了看 漂浮在蜈蚣精身前的内丹 大手一伸 便把内丹吸入手里 滚的 文言 蜈蚣精身体一震 那颗疏大头颅 使劲摇晃几下 似乎是在闲 随后 手尾同时朝着山下爬 断口的位置 流出了大量的墨绿色液体 把他走过的路 全都染成了黑色 自始至终 张帆和方言两人 都在看着赵文静 那蜈蚣精走远之后 赵文静回过头来 把目光 投向了张帆和方言 当赵文静 跟方言目光接触的时候 他的眼神 还是那么的冰冷 没有半分变化 但是 当和张帆接触的时候 眼神里 却浮现出了一抹复杂了 其中 有欣喜 有失望 更有渴望 看着赵文静 这复杂的眼神 张帆心底一动 一股熟悉之感 涌上了心头 但是 却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熟悉感 张帆正想说什么 赵文静 缓缓闭上了眼 下一刻 便见他这身体 被那金丝男阴沉母 关在奚入其中 关在盖子缓缓地合上 而后 轻轻地落在了地面 整个山峰 再次恢复了平静 仿佛刚才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回想着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张帆和方言的心底 疑惑重重 危机化解 张帆和方言 简单修炼了一会儿 稳固了一下魂魄 便是朝着金丝男阴沉母 棺材的方向走去 两人把棺材盖子打开 这次 两人并没有费太大力气 这金丝男阴沉母 棺材盖子的重量 只有他原本的重量 这对于张帆和方言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赵文静 正静静躺在棺材里面 他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 还是之前 那般红扑扑的模样 并且 眉心那条竖像的蛇形纹路 也是消失不见了 之前轮绕在周身的黑气 也是荡然无存 此刻的赵文静 再也没有了半分 那种阴沉冷厉的感觉了 忽然 他眉头一皱 樱桃小口微微一动 发出了一声轻呼 眼皮微微抖动了一下 便缓缓地 把眼睛睁开 看到张帆和方言 正在望向他 赵文静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迷茫了 我 我这是怎么了 我现在在哪 他一边说 一边打量着周围 然后缓缓站起身来 看到剩下的东西以后 脸上不禁浮现出了一抹惊讶了 这 这是棺材 一个从未经过什么灵异事件的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发现自己 正躺在棺材里面 这换了谁 谁都会害怕呀 下一刻便见赵文静从棺材里面慌乱地爬了出来 张帆和方言 把他的行为都看在了眼里 你知道刚才发生过什么吗 我只记得在蜈蚣经常我攻击过来的时候 我护住了头部 接下来的一切 我就不知道了 听到张帆的话 赵文静眉头一皱 仔细地回忆起来 张帆和方言对视一眼 看来刚才发生的事情 并未在赵文静的脑海里 留下什么痕迹 张先生 方先生 怎么了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我们两个服用了一些恢复体力的药物 怕那蜈蚣经给击退了 怕你有什么危险 所以暂时把你放在了棺材里面 张帆解释 他并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赵文静 首先 赵文静只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姑娘 其次呢 张帆没有弄清楚 这事情的真实情况 纵然是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知了赵文静 那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哦 听到张帆的话 赵文静轻轻地嗡了一声 微微点头 就在这时 那金丝男阴陈墓棺材 传出了一声轻响 硕大的棺材 金颗间变成了只有半个手掌大小的模样 看到这一幕 赵文静的翘脸不禁一变 下意识 往后退出几步 往张帆的身边靠了靠 张帆和方言 之前已经见过棺材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 两人面对这样的情形 定不像赵文静那般的反应剧烈 张帆轻轻地拍了拍赵文静的后背 安慰道 没事的 这棺材是个宝贝 可变换大小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赵文静一副颇为单纯的模样 点了点头 张帆见着这样 微微地一笑 这小姑娘啊 就是好糊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